这些东西你带了都就是你已经秒杀很多就是可能很多年经验的球友他都不知道这么细致的准备知道吧 就是说如果说你要去参加比赛你要带什么东西 首先第一个我你要你说了你要参加四场比赛那很很大概率 他不可能是让你连着打他要这样轮小组轮流然后这样轮回的对吧 那那那这样的话你首先可能他这是一天的赛程 我非常建议你带一个瑜伽垫因为他场馆里的凳子不多参赛的人很多 很有可能你没有比较好的休息的地方 然后中午你要是能好好的吃个饭然后有一个地方稍微能躺一下稍微眯一会再不打球的时候 对于你恢复状态是非常有用的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这个瑜伽垫你一定要带而且放生拉松什么也能用 别的不说你时雨期都带你也带一下就怎么了 第二个一定要带一个这个云南白药 他的这个喷雾剂就说万一呢就算自己是吧大概率不会受伤 但是万一有朋友有兄弟或者有其他的选手受伤了 能给予人家一定的这个这个紧急的一个治疗 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出门行善做好事总有好报的 哎这个不会有 第三就是你最好是最喜欢的这个拍子 你要多背两把至少要背两把断线的这种可能性非常大啊 而且现在是冬天啊 然后还对于这个拍子的这个线的棒数你还要get明白 就是拉完线之后他掉棒一般来说拉完线之后掉到两天 是一个感觉掉了七天八天左右大概那个棒数后面掉的就比较微小了 那个棒数比较稳定你要确定好你的这个棒数 就是他掉完大概这个的棒数或者说你就提前拉好放到那个时间 让他拉完以后变成你最适合你打的这个水平啊 这是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一定要包里球包里带上足够的这个这个运动饮料 注意是运动饮料不是什么不是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冰红茶这些啊 加德勒保矿力啊这种真正的这种电解质的运动饮料啊 带上一瓶万一就是出现低血糖或者说什么样的情况呢 或者抽筋的时候你迅速不出电解质 能让你这个离子紊乱这种就是消逝就能抑制你的这种抽筋呀这样的情况啊 呃还有什么 呃第四啊第四点你最好呢是要带带好自己的毛巾 如果说是可能会出汗呀什么的呃不管说是冬天还是夏天 夏天你该擦汗擦汗冬天的话你出汗了以后 打上球赛最好赶紧把你的汗擦掉 然后进行保暖把自己的保暖的衣服穿好 不要因为就是一个比赛把自己弄感冒了 这也是很重要的 呃还有就是早上如果你早上很早参赛的话 注意一定要吃早饭这是第一这是附加的 注意早上一定要带点热水 因为早上比如说有些比赛他赛程安排和你很早就开始打的话 很冷你喝一点热水有利于首先暖一下身子暖一下胃不要就是 哎呦就是就是冻得要死肚子疼啊打打球之前人找不到再去找厕所去了啊或者说呃怎么样啊你懂吧就是保持好就是在比赛前能保把你保持在一个最好的状态这也是呃这个比赛规定战术安排的一个部分 懂吧啊能量胶我没吃过可能如果说可以不腻的话也可以 所以你如果早上很早去参加比赛的话你最好就是还要带一点热水的万一呢 然后球包里别就类就就类比刚才的问题你球包里一定要放一点纸 懂吧万一呢是吧你万一比如说你肚子疼了你 你尴尬了怎么办啊球鞋在球鞋方面我建议大家 还是选择就是大家最近经常穿的啊 这一双球鞋因为他里面的这个脚型啊鞋垫他已经被你的这个脚型踩的这种适应好了 他已经比较合脚比较合适了不要说什么比赛前忽然说啊 tty很好买个tty这样他进去磨合比如说顶不顶脚他都需要时间 你一般去打比赛你也不肯带几双鞋到时候这个不合适再换 你就把平常打球已经穿了比较一段时间的这种球鞋戴上 不要贸然的去换新鞋懂吧 嗯其实如果说再说的话其实也就是带个降噪耳机了 因为场馆有时候很吵你想休息的话可以带个降噪耳机 中午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嗯有没有什么对热身这件事情也非常重要 这种东西啊不管什么时候充分的热开身都有利于你在比赛的时候发挥出你最好的状态 不然的话你只能说是就是能不能发有些人啊就比如说我打球是很慢热的 我可能打到后面我才手感很好 但是每到那时候我都必须重新追分 如果说一开始你就能来很好的手感那你是有相当大的优势的 对对对有对手比你进入状态慢 你提前就把他拿下了就算他拿不下他进入状态以后 你跟他分叉已经拉大了他想吃掉你也很难了 是不是这个样子啊还有一个如果说你想提高的话淘宝啊最便宜 这是以前买的塑料的这种支架应该三块到五块钱一个 买一个这个直接放厂边一个备用的手机换掉的手机一放一路 721080的画质一路回去自己观摩学习 这也是我最推荐于球人的装备只要三块到五块钱 总比你拿球筒自己签一个手机支架好吧 是球筒还占位置这三块五块一折叠放球包里多便宜 三脚架就太大了你知道吧 这个一折一小这么小一块一叠一弄 拆装方面我各种各样三大三脚架都有我都懒得带 其他的我应该也记不得了这些东西你带了都就是你已经秒杀很多 就是可能很多年经验的球友他都不知道这么细致的准备知道吧 我应该是你继续的准备